什么好事? 我搞对象 啊!打没出来啊! 自从张潇白和女排女友官宣之后 这对恩爱夫妻就时常地在社交平台秀恩爱 12月18日 张潇白生日在社交平台晒出与女友一同过生日的照片 而且女友还是特意从杭州赶回来为张潇白过生日 看到两人如此的恩爱 不少网友表示 两人不结婚很难收尾 郭老师赶紧准备酒席吧 期待两人早期完婚 自古文体不分家 两人在一起也非常的般配 张潇白作为肖字科的大师兄 如今也是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作为德云社少有的高学历捧根 张潇白跟搭档关九海也创作出了许多的优秀作品 特别是在舞台上教学 他和搭档两人一个舞台上强制教学 一个被迫半工半读 特别是张潇白的人行万年利 说出哪年张潇白直接就可以说出是什么朝代来 也许就这么打开了两位化学燃烧的助燃剂 自此以后张潇白就开启了舞台上的教学之路 让许多观众都以为走错了剧场 这确定不是在上课 弄得我等知识面不够的也开始慢慢做起了笔记 张潇白强塞知识弄得关九海是苦不堪言 舞台上还经常跟观众诉苦 张潇白的丰富知识储备 让许多网友不由的惊叹 听得云摄相声真是学到了 如今张潇白又找了一个排球女友 不少网友表示 九海如今也可以上体育课了 两人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张潇白作为六队传敌演员 如今更是商演助演不断 而作为排球运动员杨毅 在2022年全国女排锦标赛取得了冠军的成绩 并且因为杨毅在2019年作为内员参加过军运会 所以他还被授予了中式的军衔 可谓是根正苗红的优秀青年代表 自古文体不分家 不得不说两人属于是强强联合 据悉两人已经见过双方的家长 估计婚期怕是不远了 郭老师的酒席估计要开始准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